如果你的檔案真的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的硬碟真的非常非常大 然後掃很久的話你可以隨時暫停你的 如果你的硬碟真的非常非常大 你可以隨時去暫停我們的掃描 那我們就可以按右上角的儲存 喔 看來不行 如果你的檔案 如果你的硬碟真的非常非常大 要掃描很久的話你可以 如果你的硬碟真的非常非常大 要掃描 如果你的硬碟 如果你救援的硬碟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救援的硬碟非常非常大 你可以停止 如果你救援的硬碟非常非常大 像這樣子四萬多個檔案你要整理很久 那你可以在右上角這裡 先儲存我們本次掃描的一個資料檔案 存到你想要的位置 下次你可以直接在我們的首頁的時候 直接在右上角的部分 匯入我們這一次的掃描的結果 這樣就可以輕鬆的載入我們上次掃描的結果 就不用再從頭再掃一次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開始再繼續的整理我們的救援的資料 最後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記得做好備份啦 就是 最後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最好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好好做好你的備份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好好做好你的備份 就是 最後還是要好好提醒大家做好你的備份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好好做好你的備份 就是答案不見了不一定救得回來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軟體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軟體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救了回來 這個就是一個最後已經沒有辦法了 試試看這個軟體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記得做好你的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做好你的檔案備份 如果你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它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救回來的 就是你前面的備份 能做就做好 這個是一個最後的階段 那當然希望大家都幫你的檔案保護得好好的有救 也希望大家都救回來囉 請注意 準備好了嗎? 明天會躁起來